祝贺国拼两大零零后 勇夺冠军 日本乒乓球队的张本志和开始倡斗了 刘国良跟邓亚平看到了我们国拼包囊冠军 巨大的希望 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阿信的视频点赞关注 让更多喜欢乒乓球的朋友们看到阿信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关注 现在呢 在阿孟的挑战赛当中 可以说呢 比赛的冠军逐步的决出了 包括了现在我们要提到的男子双打比赛的冠军 可以说呢 让广大的球迷非常的出乎意料 毕竟呢 男子双打比赛当中最终获得挑战赛冠军的选手 并不是老将 也并不是现在比较优秀的中生代选手 反而呢 是我们现在国拼两位00后的超级主力 超级黑马 分别呢 就是我们国拼的林斯洞 还有向彭 提到林斯洞跟向彭 这两名主力呢 那么两人呢 在球场上呢 所展现出来的默契程度 可以说呢 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的 另外呢 林斯洞这名选手呢 他也是非常年轻 非常具有活力的 在过往的比赛当中 林斯洞一度有一个很大的称号 那就是他被称之为 我们国拼队当中啊 新一届 新一个榜本的仿正东 有着小小胖的一个称号的 那么林斯洞呢 未来的比赛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位防阵东 而且刘国良跟我们国拼教练组呢 对他的期待是比较高的 接着我们还要提到向彭 向彭这名选手呢 同样作为00后的主力 那么他在球场当中呢 所拿到的本届比赛的冠军 也是很不容易 但是呢最终他还是做到了 展现出了自身的实力跟价值 用我们国拼很多运动员 也让呢 全世界的朋友们呢 能够看到我们国拼这两位 00后的超强主力 那么其中呢 包括了林斯洞 也包括了向彭 两名选手呢 成功击败了 包括了彭王维 以及呢 庄志渊 这两名主力 而且是3比0大比分 赢下比赛的 拿到了男子双打比赛的冠军 可以说让我们国拼 真的非常的高兴 很值得庆祝了 另外大家还要知道啊 本届的比赛呢 包括了林高远 王楚清 梁静坤等人 都是纷纷选择的参赛 但是面对世界冠军 面对我们国拼那超强的 主力选手 为何 现在的林斯洞跟向彭 两名00后 反而能够赢下冠军呢 那么其中呢 背后啊 主要离不开两个点 首先第一个点呢 两名00后的选手呢 打法先进性 非常的出色的 可以说呢 很前沿 采用的是国际 最顶尖的打法技术 来展开比赛的 那么接着呢 还包括了这两名00后呢 在球场当中 给大家展现出来的 很强大的一个信心跟魅力 两人的信心都足够强大 两人的底气 跟在球场上的这种气场 都足够强大 因此呢 能够赢得非常的顺畅的 所以说呢 对两名选手的崛起之后 也让日本乒乓球队的 一哥 也就是张本志和 张本志和呢 感觉到唱抖了 毕竟呢 在张本志和看来呢 我们国平选手啊 最出色的就是 房振东 还有马龙了 但是呢 他没有意识到 我们国平呢 不仅仅说呢 作为中生代 或者老将 有很多优秀选手以外 现在 年轻的选手 还重磅崛起了 对比起 日本乒乓球队呢 那么日本乒乓球队呢 年轻的选手 很少说 有能够真正发挥出来 在国际赛场那中 打得特别优秀的 很少很少 而我们国平呢 则非常不一样 在刘国梁的带领之下 刘国梁的指导 跟大力培养之下 现在呢 我们国平越来越多 年轻的选手 重磅崛起 得到很大的发挥 那么现在来看呢 刘国梁真的 做得非常到位 不仅仅说呢 带出了很多 00后的冠军选手 而且把我们国平的地位 把我们国平的实力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对于00后的相鹏 以及呢 00后的林斯洞 获得了南双冠军 我个人也比较清楚 大家是否支持呢 欢迎周秋里的点评 也欢迎给大家新的视频 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我们下期见